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8日说 伊恩是一场历史性风暴 德桑蒂斯此前宣布佛罗里达州出现紧急状况 并动员该州5000名国民警卫队员 协助应对伊恩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截至28日下午 伊恩已造成佛州190万户大停电 加州州长纽森本周签署一项新法案 要求拥有15名或以上员工的公司 列出所有招聘信息的工资范围 将于2023年5月生效 该法案的倡导者表示 这对加州工人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 特别是长期以来受到不平等影响的妇女和有色人种 她们的收入远远低于她们的同事 我们必须确保每个工人都得到公平的报酬 调查数据显示 在2020年加州的女性比男性少赚460亿美元 有色人种比白人少赚610亿美元 加州今年公布的另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 尽管男性和女性的就业率相同 但男性占最高收入者的64% 而女性占36% 这项研究依靠600多万工人的数据 还显示拉丁裔和非裔工人 在年薪30679美元或以下的低工资工作中的比例过高 洛杉矶县政委员会周二通过了两项租金控制动议 旨在让低收入家庭继续居住 降低人们无家可归的几率 第一项动议要求扩大洛杉矶的Stay House LA项目 该项目在疫情期间启动 提供短期租赁援助、法律和其他服务 帮助租客留在家中 第二项动议禁止在洛杉矶、长滩和格伦代尔地区 租客因只付了部分房租而被驱逐 此动议还暂时将租金管制单元的租金增幅 限制在每年3%直到2023年12月 规定只适用于洛杉矶县的非建制区域 县政委员索利斯在声明中表示 2022年大洛杉矶无家可归人数统计显示 无家可归的人数增加了4% 如果不是在过去两年半实施了许多救济项目 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大 Google Map在9月28日的Search On活动中 展示了沉浸式视图新功能 可以让用户更深入地查看天气、交通情况 乃至可以深入探索个别建筑物 一项新功能则是对Google Map实时视图工具的补充 该工具通过增强现实技术 在用户从相机取景器看到的信息上 叠加步行路线以帮助其出行 这项新功能可以让用户在实时视图中进行搜索 使其更容易找到自动取款机或餐馆等东西 Google表示 未来几个月 沉浸式视图将在洛杉矶、纽约市、旧金山、伦敦 和东京推出 综合俄罗斯文传通讯社及卫星通讯社9月29日的报道 据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消息 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在北溪天然气管道受损后 对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起诉讼 同时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将对事件展开调查 北溪天然气管道股份公司 北溪AG公司同日表示 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损坏程度 必须在管道排空后立即进行调查 调查工作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如今无法回答损坏的严重程度 以及是否可以修复 希望在二日或三日开始调查 4关 1简 – 8000 nom 4关 家 4关 111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